昨天有一个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 YouTube视频该如何循环播放 昨天我正好查了一下 我把我知道的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里分为电脑版和手机版 如果是在电脑上操作的话 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点击这个视频 然后找到循环播放 苹果电脑上是两个手指头 点击这个视频 然后就能找到这个循环播放 然后你的这个视频就可以进入无线循环的一个模式 如果是手机的话会相对复杂一些 我们找到一个视频 然后点击下面的保存按钮 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更改一下保存的位置 或者说保存的这个文件夹 我们可以新建一个播放列表 比如说好听的歌 好我们点创建 然后我们在这里找到 把它保存到好听的歌这个文件夹里面 点完成 然后我们关闭这个视频 在媒体库里面 我们就可以找到好听的歌这个文件夹 然后点击 然后我们在下面 这就有一个按钮 可以无线的循环 这样的话 我们在手机上播放音乐的时候 也可以无线的循环 再见 谢谢 接着 我现在就没有那好听的歌